这是刀鲤鱼 炸鱼 胖鱼 鱼子鱼泡 小小香 你这个饭店开多久了? 开11年 100块钱的标准能吃什么? 100块钱标准 你帮我安排好不好? 可以 我吃鱼为主 你安排 100块你帮我安排吧 好 我还要喝饮料的 有人整理饮料 亲住一下 今天我们来镇上 11年的老菜馆子 咱们100块 看能吃一个什么样的鱼鱼 看看我们今天100块能吃什么 嗯 还放了香油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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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一点点咸 啊 这个老板娘家的特色鱼汤 我们试一下 这是你们家的特色 特色是吗? 特色是吗? 哦 那明天再来吃吧 哦 可以可以可以 鲜鱼汤 谢谢 这老板娘家的特色 她说是鲜鱼汤是特色 微鲜鱼也是特色 这个鲜鱼 三十块钱一份 三十块钱一份 鲜鱼 谢谢我山土的洋总 和鱼和虾 啊 这一盘菜 安排的和鱼和虾 干扁的 都是小鲤鱼啊 小鲜鱼啊 小鲜鱼啊 虾子啊 嗯 嘎嘣脆 小鲜鱼 吃一口是吧 是我的粉丝朋友们 一杯 这鲜鱼你看没有 这鲜鱼 那两个二郎神 你有各种张框吗 嗯嗯 吃完大包给他们 有些人 我有点牛呢 我有点票 毫无底线 吃吃喝喝就是兄弟 转眼就 咱们不必理会议 没有回应啊 不用回应 鱼尾啊 三十八一份 三十多斤的康头啊 试一下鱼尾啊 三个菜 试一下 你说这个鱼有三十多斤 试一下 三十多斤的 试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鱼尾 看到没有 三十八一份 这个鱼三十 这个你们就拆一拆啊 大鱼尾啊 看到没有 老板娘说的是湖里的 三十多斤大胖口 嗯 有点花椒麻麻的 嫩 南口都是胶原蛋白的感觉啊 满足啊 这个鱼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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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算了 把我这是我妹妹的鞋子 要换了 真的是调皮啊 有饭吃吗 这样子 嗯 还好意思 看这个鱼尾在里面 这个鱼尾 小和小虾 哎 这个做辣椒酱 辣椒酱 自由了 嗯 嗯